要永恩了 真不玩吧 是一把 没见他玩过 这把AP能让卡莎来补 来一把永恩 这样的话上班区配叔妹都很厉害 双进战 宽容一点 第一把上比赛 肯定rank里操练了无数把 训练赛也操练了无数把 但第一把上比赛还是要 小兵走位有点好 不让这个迷线出来 Q3被走位扭了 那这样没有任何机会 永恩是管不了这个笼子 想偷一套 风尘军舰展起手打一套之后 安迪这边回身有晕的 但是 漏视野了 看到了 还是被开到了 但牛途就在边上 风尘军舰展这边上来 效果还可以 瑞尔开的也不错 卡莎第一时间没有飞啊 小虎直接被击杀了 正面 嗯 嗯 大到了 紫盈克 确实没大到 安妮扭开了 整体的 又想逮猴子 交了个贴 虚空索迪 中的是假猴 但是真猴也被留了 岸上的永恩 在被安妮拖延 但小薇应该倒了 对于WBG来讲 还是要选择再打一波团 才有机会的 要动康圆了 但没大呀 要动有点难度 现轻太快了 而且牛头也在赶 想开牛吗 牛这个位置 是还有大招的 Q一下地板 直接往后拉 TP过来的是 上单的波比 波比 找了个角度过来 直接逼动了小虎 小虎再被波比 示威的裁决 接上大招 直接白给 小虎的永恩 感觉没什么味道 就没有我们平时 看到那种永恩的味道 对 这个永恩 没什么味道 嗯 感觉得闪 确实得闪 这位置怎么都得闪 闪金草都活了 闪金草不明事也 嗯 大都走了 说实话 对吧 感觉交点啥就走了 就大都走了 都不用闪 我想一下直接大 他在用核心做位移 来到正面 三千多显 RNG出去找人了 要找谁 绿毛先开个夜 找松松 哎呦哭啦 又哭掉没有大到汤圆 RNG选择紧手了 这边先开端手的 威威威威卷钱 瑞尔也倒了 威威也倒 小虎一个Q3往后走 接了一个Q加295的暴击 小虎也倒了 但那个地形 真的很容易变成 瑞尔跟永恩开好团 但绿毛的反应很快 绿毛这个位置 第一时间 把对面进场的瑞尔跟猪 全开到了 然后永恩这个大又哭了 擦肩而过 就没 没办法又哭了 基本没中过 这个大招就 呃 再大胆一点 还没中过 应该是还没中过 在我们的时期 贾克斯跳上来 正面开 开到了真猴 但猴子的韧性很高 直接把猴拉开了 秦桧已经炸了个满的 卡莎已经被击杀了 而正面 小虎也没有办法 救到自己的队友 呃 又哭了 下把不选这个 小事小事 对小事小事 谁都有第一次 谁都有第一次 这是不熟练的英雄 对吧 就是 这样RNG应该24分钟 就要找机会 把这个高地的防御塔 跟基地全都推掉了 只剩下上野了 想尽力防守 把人顶住的线太多了 清不了线 而且这个波比顶前辈子 还都跳不进去啊 拆基地好像就要结束了 可以恭喜RNG啊 搬回一城 拿到了自己在整个夏天 最擅长的阵容 同时也打出了极其出色的效果 嗯 这个3140有点没蹦住 有点残酷 3140确实没蹦住 有点残酷 没事就试错嘛 总有试错的环节啊 选的时候说了 人生职业赛场第一吧 是啊 又不选了呀 οι dealer 这里 过来 1 2 interestingly